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北方 男人的小王子到了继承王位的年龄 他的父亲对他说 只有娶到公主的老人才有资格继承王位 这有什么难的 看我把城堡里的公主抓过来 小王子细思淡淡地跑出了人类的城堡 可是小王子都没有见到公主 就被守卫打倒了 那个守卫明明是个人类 就好像未浓的魔法 受伤的小王子逃到了一处小村庄 荒岛的他被村里的小姑娘救了起来 静静地 小王子爱上了另外救他的姑娘 某一天姑娘对小王子说 你喜欢我吗 小王子忧愿了很久 难过地说 只有娶了公主 我才能继承王位 姑娘停了之后 伤心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 小王子偷偷离开了 又过了好久好久 那位姑娘跟往常一样去采茶艺 所以在茶树中 她当然带着王光的小王子 姑娘娘正在乌尔 她还说起了公主话 小王子笑着点在眼头 哦 没错 我决定来娶我的小公主了 好 哦 好 好